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现在在不停的改进自己的方法和一些想法 也是通过在疫情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内 和一些读友们进行讨论交流的时候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需要不停的让我的这种方法 方式方法更完善更进步一些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停止我对百家乐的研究 这一期我想讲一个话题 也是我在讨论和网友讨论过程中 有些网友提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打百家乐应不应该下大柱 首先我想讲一下 我过去的盈利方式 是通过长时间的玩 这个近乎于平柱的方式 振幅不大的大小柱这种方式 通过刷手术来获利 但是现在经过一年的这个被动的休息 我发现我的体力脑力可能跟不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下大柱的这个优势就出现了 我们显现这个优势就是如果下大柱的情况下 你下一个大柱 你可以把相当于你下十个小柱 所以是一种省时省力的方式 当然了这个缺点就是你下大柱输了 你可能就输了很多钱 这个是一个本身打百家乐的矛盾 那么我们既然要讨论百家乐是否应该下大柱 我们首先声明两点 第一点什么是大柱 有些网友说你们打一千两千 我有一回打过一把十万 这个是大柱 我们这里说的大柱 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大柱 不是说绝对的大柱 一把叫十万二十万才叫大柱 如果你是打一块钱一手的百家乐 那么你有一把下了一百块的柱 这个我们就是属于是大柱 因为是我们基本柱码的一百倍 但是如果你平时打的本身就是一百块钱一柱 那你下两百三百四百 那都不算大柱 如果你下了一千两千 这个是我们基本柱码的十倍二十倍 这个我们可以叫大柱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我们下的一个相对的大柱 不是绝对的大柱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大柱 是我们一种主动下大柱的方式 就是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我想下一个大柱 这个大柱是和我基本柱码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别 这个倍数上 那相对来说什么是被动下大柱呢 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打懒 我们这个直懒的方式呢 如果是说你从一个基本柱码打起啊 你输了九口十口啊 这个时候呢 可能要逼着你打十倍啊 二十倍的柱码 你这个目的呢 是要把之前的盈利都赢回来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是没有选择的啊 你可能不想下这么大柱啊 但是呢 你打懒这个方式 你这个策略呢 要求你去下这个大柱啊 你即使主观不想呢 你可能是说这手不打啊 但是下一手呢 你不能说我再重新打起啊 你一定要一直打啊 打到你这个 这个打懒的这个策略啊 叫你停止 这时候再停止啊 如果这个停止的时候呢 可能要你下 二十倍啊 四十倍的柱码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比较紧张 比较害怕啊 但是你还必须下 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说的 被动的下大柱啊 呃 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啊 我们是在讲 我们有机会啊 有选择的时候下大柱 当然你这个大柱呢 你的目的很可能是有几种啊 一种呢 是我现在赢的比较多了啊 我把这个盈利呢 全部推上去啊 希望可以double 然后我回家 如果输了呢 那我就从头开始啊 呃 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可能过去打的不太好啊 输的比较多 那我呢 现在不想耗时间慢慢的用小柱去追啊 我可能看准了打一把这个大柱或者是all in的这种情况啊 如果赢了呢 我就是重新开始啊 呃 如果输了呢 呃 我就得卷铺盖回家啊 呃 这个都是我们一个主动打大柱的方式啊 啊 所以我们从这点也看得出来呢 呃 呃 我们打大柱的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一个效率问题 呃 我们可以在一手之内啊 搞定我们十手搞不定的问题 或者说在一个输多赢少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保持胜利啊 保持不败 当然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劣势就在于呢 呃 这种大柱呢 很可能造成一些呃 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可逆转的一种情况啊 特别是说呃 我在all in的情况下把本金输掉了啊 我就没法再继续了啊 呃 百家乐嘛 我们胜负各办这么一个游戏啊 呃 所以呢 呃 我们下大柱呢 其实就是一个冒险 一个非常大的冒险 所以在有人问我是不是应该下大柱的时候呢 呃 呃 其实我 我的答案是应该啊 我支持 为什么呢 百家乐怎么要赚钱呢 呃 有些人说靠技术也好啊 靠运气也好 我觉得首要的呢 呃 是心态啊 我有一个平静的心态 我们要敢于冒险啊 勇于冒险 呃 举个简单的例子 呃 你运气好 你没把压一块钱啊 你连赢了一百把 你才赢一百块钱 我呢 呃 运气不好 啊 我可能输了八十把 我赢了二十把 但是呢 呃 我在打这个二十把的时候呢 啊 赢这个二十把 我有一把打了五百块 那我呢 这个 在五百块的盈利情况下呢 我甚至说其他的筑马都是一块钱 我都输掉情况下呢 我赚的钱也是比你的多 啊 我们赌博的时候呢 啊 作为职业玩家来说 我们是纯看盈利的啊 我们不需要打得很漂亮 打得很精彩啊 我们只需要离开的时候 口袋里有钱 这个和休闲性玩家呢 不一样啊 他呢 可能对这个钱呢 看的不是说那么重啊 他呢 是需要这个享受一个过程啊 呃 他需要高的胜率啊 呃 把把赢啊 别人的羡慕的眼光啊 自己一种这个运气爆棚的感觉啊 呃 和你对打啊 别人都输啊 你这么一个荣誉啊 一个虚荣啊 这个呢 是和我们职业玩家这个 纯粹为了挣钱啊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再一个呢 就是有些人问啊 呃 我们打这个大柱啊 呃 就是一种 呃 特对这个相对基本柱马来说 特别高的柱啊 你看有些人他平时打一百两百 三百 突然他打一个两千 那这个呢 就属于这种突然性的啊 这种这种大柱啊 呃 这个柱马应该什么时候下 有些人说啊 呃 是我们应该盈利的时候 企图翻倍啊 或者是说 呃 我们在输钱的时候 all in 这个价值观来确定的啊 呃 我们这个下大柱时候呢 可能考虑的比较多啊 我们赢了会怎么样啊 输了会怎么样 我们这个呢 都要考虑进去 从而呢 呃 我们 我们 有一个综合的评价啊 我这个应不应该打大柱 应该打多少啊 我们会玩德州扑克的朋友 我们可能都知道啊 呃 有这么一个价值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呃 如果呢 你这个牌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能赢啊 那你用一倍的钱去博八倍的底池啊 那这个呢 我觉得肯定是你会获利的一种方式啊 从这个概率学上来讲 那么我们在打百家乐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一些每一手的价值这些东西放进去啊 呃 那我们又知道这个小牌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胜率是百分之六十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在本身是一半一半的游戏呢 呃 那我们这个本身压闲的概率 我们可能就大大的提高了啊 就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啊 像这种情况下呢 你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啊 手里筑马的数量啊 你赢钱的目标啊 呃 你输钱之后这个 呃 怎么翻本的这个计划 你有这个一系列的规范之后呢 呃 那我真的是赞成你冒一个险 呃 平时打一百啊 这个时候你可能打一千五 呃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条件成熟的时候啊 我们主动的啊 下一个大柱啊 通过这个方式来盈利啊 当然你说这个柱呢 我输了呢 怎么办呢 你说我用更大的柱马去追啊 那这个呢 其实就有一点 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被动的方式啊 我们下这个柱是因为我们前面输了 我才去瞎打柱啊 或者是我们前面赢了 我才去瞎打柱啊 这个可能不是这样的 呃 有些人是呃 赢了一个一千的柱马啊 他呢 又放了三千啊 呃 如果他觉得这个 他这个牌的价值啊 允许他主动下大柱啊 他可以继续下 或者是他这个现在是一个 呃 把把重的情况下啊 呃 他下大柱是可以的啊 呃 不要认为是说 哦 这个人是在现在想过三关啊 或者怎么样啊 呃 我觉得 我们下大柱时候 不应该有一些系统性的理论去下大柱啊 我赢了应该怎么办啊 我输了应该怎么办 我们下了大柱呢 呃 我们赢了 我们可以回到一百啊 我们可以翻三倍 下更大的柱啊 我们输了呢 也是呃 可能回到一百啊 可能会用四倍五倍啊 与刚才大柱的柱马方式去追啊 其实这个也不是追了啊 也是说呃 通过自己独立的看啊 每一手下大柱的方式 呃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需要朋友们去掌握啊 但是有些人说 呃 我下大柱不敢下 呃 我压力大啊 我怕输钱啊 我怎么去克服 呃 我觉得呢 说来说去呢 这个下大柱是一个主动的方式啊 如果你对下大的柱马 你感觉呃 不是很好啊 呃 你不是太想啊 那你不要逼自己去下 这样呢 就变成一种被动的下大柱方式 呃 比如说别人都下大柱了 我也应该下呀 呃 呃 别人都下那么大 那肯定是对的啊 我现在也跟一个大柱啊 呃 这个呢 其实你并不是说你主观上 你觉得这个应该下啊 你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啊 像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不见得要下大柱啊 你甚至可以反着他都无所谓的啊 呃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下大 是否应该下大柱呢 呃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讲到这里啊 我的结论是呢 如果你想有高效率的赢钱啊 真的是应该下一个大柱啊 因为呢 这个节约的是时间 节约的是手术 呃 根据这个大数法则呢 呃 你在赌场玩的越久啊 手术越多 那你就更有可能啊 输给这个赌场定好的 这个house edge 所以呢 呃 对一些有信心啊 敢于冒险 这样的朋友呢 我建议呢 是我们还是可以主动的下大柱啊 反复的声明是一种主动下柱方式啊 不是被动下柱方式啊 好了 呃 这期视频呢 呃 其实主要讲的是一个下大柱的心态啊 呃 以后呢 我可能 这个再用模拟器啊 给朋友们再模拟几种方法啊 呃 我在打牌的时候 不停的在研究啊 再听取些意见啊 如果有些好的主意啊 好的方法 我还是会抽时间给大家模拟的 呃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呢 请您订阅留言点赞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